在上个月大陆突然宣布暂时禁止台湾柑橘类水果进口 花莲的文旦用农是哀鸿遍野 对此农委会启动了国内多元行销和加工的作业 同时宣布以过去销往大陆的5000多公顿为目标 其中1000多公顿会销往国际新兴出口的市场 同时也提供了出口奖励 避免单一市场的风险 黄熟的文旦又圆润饱满 等待丰收的农民 今年因大陆禁止文旦又进口 让早已饱和的国内文旦又市场压力过大爆炸 农民更是压力三大 我们花莲的柚子时间上就是很难拿捏了 又碰到这种困境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很大的困扰 希望上面的人士或展官能够替我们好好去收购一下文旦 因为现在大陆就突然临时整个进出口 那我们就只能找一些公司 送礼然后像零售 因为现在也是销售压力蛮大的 8月3号大陆禁止台湾包括文旦又在内的柑橘类水果进口的隔日 农委会农粮署会同台湾各个文旦又产区的农会代表商讨因应 除了启动国内多元化行销以及加工 针对大陆每年进口将近4700公顿的文旦又 农委会则是以5000公顿为目标 销往国际新兴出口市场 同时提供出口奖励 协助农民出口外销 农委会跟农粮署以及花蓮区农改厂等一定会做各位的后盾 是非常的有信心 维持跟往年的价格一样 那在外销的部分 例如出口到加拿大 每公斤的出口奖励比往年有更加强的措施 每公斤可以有18元的出口奖励 日本市场的话 以公国员来讲每公斤有20元的出口奖励 那新加坡 公国员每公斤有17元的出口奖励等等 国制政治经济市场 全球极端气候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冲击 未来台湾农产外销市场 套用上的主力与挑战将会是常态 竹民黄启荣强调 为了分散风险 除了维持包括加拿大 日本或东南亚等区域市场 也将积极开拓华人市场 将台湾精致高品质的文单又等农产品 行销国际 记者是玉兰最初采访报道